您刚才看到的所有的动画都是我使用Domo AI生成的 Domo AI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它的团队在新加坡 然后这个工具呢 它可以把我们的视频转成这个艺术风格 比如说像这个像素风啊 或者像这种现在流行的一些动漫 这种卡通的风格都可以 所以它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它现在也可以生成图片了 然后也可以使用文字啊 或者是图片去结合的去玩 非常不错 那今天来介绍一下 这也是我评分所有的这种视频生成AI工具中最高的一个 Domo AI呢 它的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解决的难点其实就是重绘了 跟很多直接生成这种视频的工具不太一样 它是基于我们要提供的视频去生成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不同的效果 你看像刚才这种纯这种日本漫画的一个风格 然后这种像迪士尼的一个风格 三维的一个风格 像素的一个风格 以及这种繁高的一个风格 然后这个叫Japanese anime 这个大家可以记住啊 因为到后期我们去调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指定它用哪个风格 这个叫flat anime 就是一个平面动画 同样一个视频 你看变成平面动画 这个comic style 就是一个漫画 你看它的脸会有一条黑的线在边缘 也挺不错的 然后这个叫fusion style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效果 很好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呢 首先呢我们需要去加入它的一个discord 再点这个按钮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邀请就好了 加入了以后呢 我们会进入到它的discord 在这里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们在聊天 很很 信息很乱是吧 我们可以这样啊 首先呢打一个斜杠 然后呢在这里有一些命令符 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 可以去尝试去使用它的一个免费的一个额度吧 这个我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现在还有没有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去 这个去浏览它的一些信息 它的一些更新啊 在这里会有啊 在它的这个updates里面会有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自己的一个频道 有点像meetjourney啊 新建一个自己的这个频道 在这里点击啊 新建一个频道就好了 新建完以后呢 我们去邀请这个啊 Domo的机器人 它的机器人在 在这里啊 这个Domo AI机器人 点这里 然后add app 然后我们选择好自己的一个频道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把它邀请进来 邀请进来我们频道以后呢 这个频道其实就有谁啊 就有meetjourney 然后还有这个Domo了 就他们都在我们频道 但他们都是机器人啊 那有了他们 有他进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它了啊 就点这个斜杠 然后就可以看到 第一组呢 就常用服啊 第二组呢 就是一个Domo AI 然后后面还有就是meetjourney啊 这因为我也在使用meetjourney 所以它都在这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是在这个Domo AI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些啊 这个信息啊 这里呢给大家就是说明一个重要的信息吧 就是这个斜杠 然后这个subscribe啊 这里 那点击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付款啊 这里它有集中通道 比如说这个啊 中国的用户可以用支付宝 印度的用户啊 或者是俄罗斯的用户 可以用其他的集中 它还可以用其他的信用卡之类的去支付 然后呢 我们现在用的是standard plan 然后这里还有basic plan 它的价格 以及它的这个啊 它的不同的这个啊功能都写在这里 大家可以去使用啊 可以去购买 那买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啊 玩它了啊 首先呢 我们可以啊 这个gen就是可以去生成一个图片 比如说 这个有点像秘的journey 就可以把文字生成成图片了 好吗呀 好吗呀 现在已经生成好了 跟Mit Journey差不多 然后它有不同的图片 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 或者是去改变它 所以说如果您不想订阅Mit Journey 你可以只订阅它 然后我们可以去upscale一下 就把它放大一下 还可以去进行一些 其他的比如说去改一下它的风格等等 这个很有趣 就是生成图片的一个功能 然后最重要就是animate了 在这里我们要上传一个视频 上传一个图片 这是把图片让它变得能动 我们上传刚才用另一个Crea生成的图片 看看能不能让它动起来 然后点击以后 我们这里有一些选项 这里我们可以生成一个三秒或者是五秒的 但是等待时间要非常长 所以我这里就不搞那么长了 然后在这里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选项 我们直接点start 好的我们的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效果还是很惊人的 它可以让整个人物有一个非常立体的旋转 而且没有任何的错位 挺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视频变成一个动漫的效果 那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video 就是把一个视频变成一个视频 好 我们直接从网络上找了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就在关键词里面 就是提示词里面 随便写一个吧 然后点击回车就可以了 关键词其实对整个的视频也是有影响的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比如说头发的颜色 或者它一个是不是机器人等等的一些说明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它生成基于的一个风格 刚才在官网上其实有 那我个人推荐的就是前面有二的 它是二代版本的一个叫detail animate style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生成的时间 我们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就给大家选一个五秒的吧 然后呢 这里就是更基于我们的提示词 还是更基于我们的视频 如果您是想创作一个机器人的话 可能需要更接近提示词 然后我们点start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已经生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 因为我们调的时间不长啊 所以这个生成的时间 呃 确实很短 但是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整个的视频效果是非常好的哈 呃 与此同时呢 其实还有一个更新的功能叫move啊 这个move呢 就可以上传一个视频加一个图片 他可以帮你把视频跟图像融合起来啊 那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这个频道中会给大家发一个效果哈 啊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